大家好 欢迎朋友们来到语文闲话 我是语文 上一讲我们介绍了杜尚早期的艺术生涯 简单说就是杜尚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 不愁吃喝的小康家庭 家庭氛围是既民主又艺术 从而 使他养成了舔淡虚无 与世无争的性格 他中学毕业后来到巴黎 虽然没有考取巴黎艺术学院 但在两个哥哥的帮助带领下 一路经过印象派野兽派 以及赛上的熏陶 在1911年顺风顺水的成为皮托集团的一员 进入了分析立体主义时期 可是到了1912年 请新老朋友们点赞分享订阅本频道 是高雅艺术的嘲弄者 是艺术花篮中的一条毒蛇 是毁灭美的恶魔 杜尚在他身处的那个年代 无疑是艺术家眼中的异类 他否定传统 戏乐传统作品 颠覆作品内容 甚至改变了艺术创作的手段和观念 其实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 杜尚刚到巴黎的头八年 过得就像他中学的成绩单 不好也不坏 他不定期的会有搞笑漫画 被报纸杂志采用 带来一点可有可无的收入 在纯艺术方面 他也只是随大流 得到一点可有可无的赞赏 多年后 杜尚接受采访时候 曾经回顾过这段时光 他说 我不像我大哥 他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成功 要出名 我却不知道我在寻找什么 杜尚这辈子呢 虽然喜欢搞怪 有时候说话也没个正经 但是这一番话 却是他舔淡虚无的个性 和生活状态的真实反应 本来个性洒脱 又年轻英俊 加上衣食无忧 又有两个在圈子里昏得 有头有脸的哥哥罩着 他天天就打打抬球 喝喝打酒 泡泡美妞 无忧无虑 无上尽心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从日后杜尚发表的笔记 我们得知 杜尚对四维空间理论 尤其是黎曼几何 研究的很深 理解也非常准确 在皮托集团内 虽然大家都把他当小弟弟看待 但其实这个小弟弟 对于分析立体主义 所需要的物理和数学知识 反而是掌握的最多的 同时杜尚也在不断的尝试 思考如何在绘画中 表现关于多维空间的深奥理论 我们来看这幅创作于1911年的 被撕成碎片的伊芳和马格戴兰 杜尚先给两个妹妹 各画了两张角度不同的策划像 然后其中一个侧面 还特意画成了一个老妇人的形象 以暗示出一个时间的纬度 然后再改变这四幅侧面向的比例 把它们整合在一个画面上 再比如这幅杜尔西尼亚肖像 这幅肖像画的是杜尚在巴黎时期的 一个女邻居 个子很高 杜尚经常看见她出来溜狗 她并不知道这位身材高挑的女邻居叫什么 之所以给起这个名字 只是为了展现她自嘲式的幽默风趣 杜尔西尼亚是唐吉赫德梦中高不可攀的情人 杜尚花了她的五个状态 三个是穿着衣服的 两个是裸体的 在这里时间这个纬度是以伯克森的主观时间 也就是所谓绵延的形式进入空间的 这幅画特别能表现杜尚的创作理念 就是她骨子里是个知识分子 她认为绘画一定要为观念服务 我脑子里对杜尔西尼亚有各种各样的性幻想 那我就以这个性幻想为由头 把我对四度空间啦 几何啦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 伯克森生命哲学等这些学问的理解 都集中在一幅作品里来炫一炫 同样是溜狗 杜尚的这幅和未来主义巴拉的那幅 被拴住的狗的动态 也不是一个逻辑 巴拉的这幅画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高速拍摄几十张照片 然后在一块画布上进行重叠 表现的只是三维空间中的一个运动感 而杜尚这幅是力图在一个想象的高维度空间中 对时间加以整合 这个想法比未来主义仅仅在三维空间中 表现的运动可高极多了 所以呢我们就不难理解 当时的皮托集团那方分析立体主义者们 在智力层面上 对未来主义画派的表现就非常比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么一堆呢 杜尚1912年宋展的这幅下楼梯的裸女 为什么就会翻车了呢 很多人说这是杜尚的这幅画太激进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翻车的原因是不够激进 因为在皮托集团其他成员看来 杜尚的这幅画完全堕落了 岩石摄影手法叠加出来的运动感 对机器的模仿 这些不正是我们最看不起的 未来主义的表现方式吗 那时正是这两派相互攻击最激烈的时候 就在沙龙展开展前一个月 未来主义也举办了一次自己的画展 在那次画展中 他们对皮托集团大肆攻击 说他们的所谓立体主义 只不过是被废了武功的学院派罢了 那么现在杜尚你拿这么一幅 未来主义作品混进皮托集团 这不是存心给大家添堵吗 可是杜尚已经连续三年有作品 录选独立杀龙了 按照规则 他的作品不需要评审 就有资格参选 那可怎么办呢 商量来商量去 这种事情只有靠大哥和二哥出马了 于是杜尚的大哥和二哥穿着礼服 特别隆重的拜访了小弟弟杜尚 目的只有一个 先捧后杀 说你这幅作品和我们放在一起不合适 杜尚二话没说 立马从展会上把这幅话拿回了家 老实人也有脾气的 这件事情极大的伤害了杜尚的自尊心 使他一辈子都无法释怀 我个人的理解 这可能并不是他的作品不受待见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 铁蛋虚无 与世无争的性格 而是他最亲爱的两位哥哥 对他的不理解 给他造成了伤害 最大的伤害 来自于你最在乎最亲近的人 这句话肯定是没错的 他多年后才说 那是我人生的真正转折点 从这件事情以后 巴黎杜尚是不愿待下去了 本来在皮托集团里 那些高深的理论 他掌握的最多 现在竟连一向对他呵护被制的两位亲哥哥 都不理解他 而且还是以你的作品不够高级 智力不够这么个理由 这情何以堪啊 于是杜尚就一个人跑到了德国慕尼黑 租了个房子住下来 一边舔伤口 一边想着怎么把厂子找回来 他这个聪明的脑瓜子一转起来 可就不得了了 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 复杂的科学理论 如原子结构 相对论和高纬度空间等等 绝对是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范畴 在这种背景下 艺术家和思想家就演化成三类 第一类呢 他们认为艺术再继续追求具象的在线 已经毫无意义 于是开始追求纯抽象艺术 就如康定斯基啊 马列维奇和蒙德里安 第二类呢 相反 紧跟时代潮流 企图通过艺术表现来诠释最先进的科学理念 这部分人沉迷于分析立体主义 未来主义啊 就如伯拉克和毕加索 及皮托集团等等 虽然他们之间由于理解与表现方式不同 但本质上是一类 那么第三类呢 则选择了对所有继承艺术彻底否定 嘲讽和解构的态度 如达达主义 其中就包括杜上 当时有一位以讽刺恶搞著名的作家 叫阿尔夫雷德·雅里 他是法国文学界的一个非常特殊 且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尤其以其荒诞和颠覆性的作品文明 雅里生于1873年 逝世于1907年 是超现实主义和打打主义运动的先驱之一 雅里最知名的作品是戏剧《于比王》 首次公演于1896年 这部戏剧开创了荒诞戏剧的先河 对后来的剧作家和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也深深的影响了文艺青年度上 《于比王》的内容充满了对权力贪婪和愚蠢的讽刺 同时对物理学常识和习俗进行了大胆的恶搞 主角《于比》是一个贪婪暴虐愚蠢的人物 他的行为荒诞不惊 展示了对权力的极端滥用和对人性的扭曲展现 这部戏剧以其开场的粗俗语言和对传统剧作形式的挑衅而著称 雅里的创新不仅体现在剧情和角色上 还体现在语言和叙事技巧上 他通过夸张和荒诞的方式 揭露了社会和政治的荒谬性 使作品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感和批判性 其首次公演甚至引发了观众的暴动 因此雅里的这部作品不仅在戏剧界引起轰动 还对整个文学和艺术领域产生了影响 他挑战了当时的艺术界和文化规范 打破了传统戏剧的束缚 为超现实主义和其他现代艺术运动指明了方向 总之阿尔弗雷德雅里和他的鱼比王 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被视为现代戏剧和荒诞艺术的开创者之一 这个雅里的恶搞手法正好贴合了杜尚的个性 对杜尚之后的艺术表现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我们从他后来的恶搞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亚里的影子 另外一个对杜尚产生同样影响的人 可以追溯到门义复兴前期的拉伯雷 弗朗索瓦拉伯雷是法国文学巨匠 以其巨人传系列闻名于世 这个作品不仅在文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也因其幽默讽刺和荒诞的风格 颠覆了刻板的中世纪艺术而受到占誉 巨人传首次出版于16世纪 这些小说以两个巨人 父子档的加尔干图瓦和潘塔格鲁埃尔为中心人物 讲述了他们的冒险故事 这些故事充满了荒诞的幽默 丰富的想象和深刻的讽刺 对当时的社会宗教和哲学 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巨人传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史上 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它的出现预示着文艺复兴时期 对人文主义的探索和对中世纪传统的挑战 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不得了 可以与淡丁的神曲和赛万提师的唐吉赫德相提并论 聪明的脑袋运用智力去钻研学问 可以得到比普通人更大的乐趣 就像聪明的小孩子能用积木搭八层楼 普通的小孩子只能搭两层 那在搭积木的过程中 聪明的小孩子就得到了更多的快乐 同样推倒一个八层楼的积木 得到的快乐也很多 所以不难理解的是 聪明人也特别喜欢以寻找逻辑悖论和漏洞为乐视 这个特点在杜尚身上表现的就很明显 在1913年新年 他和妹妹们就把一个乐谱剪成50条 放在帽子里随机抽取出来 重新组合成一个新的曲子 这种做法和几年后 苏黎世达达们把报纸减碎放在带子里 随机抽出来组成诗如出一则 多年后杜尚坦诚 雅里和拉布雷是我终身的偶像 好那我们回到1912年的慕尼黑 来总结一下 自从杜尚在巴黎 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之后 就搬到了慕尼黑 在他的心里就揽起了仿效雅里和拉布雷的方式 对艺术进行解构和嘲讽的念头 但是具体怎么做 当时他并没有想明白 后来按照惯性或者赌气 沿着下楼梯的裸女继续创作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几幅油画作品 比如新娘从处女到新娘的转变和这幅国王和王后被快速移动的裸女包围着等等 这些作品还是表现出了很多的机器很多的运动 按理说这样的作品仍然会被皮托集团所诟病 但其实下楼梯的裸女事件仅仅一个月后 皮托集团的成员就意识到自己当时小题大做了 1912年10月他们又张罗了一场规模更大的黄金风格展 你听这个名字就是来自那个数学家普朗赛的影响 杜尚在慕尼黑画的这几幅画也顺利参展了 在这次画展上就有一件偶然的事件让杜尚得到了好运气 前面我们说过1911年蒙娜丽莎失窃 毕加索在警察局里吓得个屁滚尿流 拾口否认认识阿波利奈尔 把阿波利奈尔难过的大哭了一场 这件事情发生后 阿波利奈尔就和皮托集团交往起来了 那么1912年的黄金风格展 组织者是杜尚的大哥杰克维庸 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小弟弟 前些时候还受了点委屈 那么这个阿波利奈尔多董事 当然要吹捧杜尚了 那么这个阿波利奈尔金口一开 杜尚马上就成了个人物了 但这个时候的杜尚已经坚定了 他对这一切艺术恶搞的理念 于是他的据世文明的恶搞作品开张了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下一讲再继续详细讲述 请喜欢的朋友们点赞订阅分享本频道 谢谢大家的观赏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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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我的声音感觉